对啊 看不见这个 像磕头鸡 跟其他传统意义上的油田不一样 建成以后 像一个有围墙的工厂 这就是将来我们可能开发的方式 主要是以人工岛集中开发为主 这样主要是用来减少用地和减少用海 那么具体在环保方面 我们主要是因为油田开发 主要的一个产出是油气水 那么油气这两个方面 我们通过密闭的处理和集收 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大家可能最关注的是水的问题 而且产出水的量比较大 那么在油田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在产出水的同时 还要给地虫补充能量 还要注入一部分水 但是这个油田的特点是浅层 产出的水量会比较大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方案 也就是刚才短片中讲的 就是炒飞链工业区 尤其是首缸搬迁以后 大量的是要 大量的是要用水 所以说我们准备 就是跟他们建立起来联系 把我们所采出的水 用到链缸上 这样就是现在讲的循环经济 这样有效的实现零排放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应该说能够实现 对您刚才讲到这个人工岛 什么时候能够建成 这个岛现在已经建成了 已经建成了 在08年底 有这么好看吗 现在您刚才展示了这样 现在建的是主体 这个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现在还没这么好看 正在打井 08年底 打完井以后 能够投产以后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到时候欢迎你去参观 那么我觉得您这个岛要建成以后 是不是也有点旅游价值在里 可以开展工业旅游 对不对 当然将来可能会成为海边的一景 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讲 这个石油 勘探 开发 包括抽油 打井等等 都是非常神秘的 没有见过 所以说呢 旅游价值应该说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开发空间在里头的 那么说到老百姓关注这个话题呢 贾总能不能介绍一下 就说到底 我们发现这么大一个油田 对于普通的中国的老百姓来讲 有什么好处 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吧 一个保障了国家的石油安全 再一个直接受益的可能是河北省 唐山市的这些老百姓 他对这个促进这个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河北省经济发展 特别是唐山经济发展 有很大的有很大的作用 另外呢 我们知道超油电开发区正在开发 这个油田和超油电开发区是在一起的 所以是共同成长 成为渤海边的一颗明珠 就是说他对这个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 是非常大的 对 那么接下来你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怎么样跟地方经济的发展结合 融合在一块 基本上是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 这个我们已经很好的共识 地方对这块也非常支持 应该说 在道路 用海用地和港区规划 油田开发的规划 我们都做了很详细的安排 季东油田这是发现的 这个10亿吨的这个大油田 南铺油田 接下来你们这个计划还有什么 正在勘探什么 大概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发现 这个计划能不能透露一下 应该说还会进一步加强勘探 因为 还是在这个附近吗 还在这个附近 还有一些潜力 还有一些领域 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我们正在做一个继续加大勘探的规划计划 规划计划 正在做 正在做 我们也期盼有可能还有大的发现 好的消息 对 实际上在这个媒体非常关注这个话题的里面呢 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就是这个油田的发现 它对于中国的保障石油安全这方面的战略作用是什么 贾总 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这个 这么三个方面吧 第一个呢 这个油田 它将来能够形成一千万冬的产量 这是个很大的数 每年就能新增一千万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石油的产量啊 需求很高 但增长速度还是很慢 比如说我这有个数 2005年 全国生产源又是 18145万冬 18145万冬 2006年 18375万冬 可见 这个增长速度还是比较慢 比较慢 说明困难很多 增加这一千万冬产能 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支撑 是一个支撑 对保障国家的石油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呢 这个石油增加呢 它位于国家的这个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区 这个呢 要比在边缘地区 有更重要的这个意义 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油田的开发 我们将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安排 安排它的开发和计划和生产 让它能够在国家 保障国家石油安全中间的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想这样 对 你刚才讲到这个一千万这个数据非常重要 就是年产量达到一千万吨 这样的话 对于每年国家新增的这个石油产量 这个数据的贡献非常大 非常大 那么怎么样落实这一千万 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年产一千万吨 基本上安排的计划是2012年就能够实现一千万吨产量的规模 我们现在各项工作呢 以几大工程都在展开 应该说是比较有把握 一千万吨的话需要到2012年 2012年的时候呢 是达到一千万吨的这个年产量 那么这个要分解到这几年 每年要多建多少个井 你这四百个井 刚才讲到这个人工岛的四百个井 什么时候能建成 这个一期建两百万吨的时候 用不了打四百口井 可能有三四十口井就够了 因为单级材料很高 长期发展的最终规划 但是这个岛你要二百万吨 都要一直文产下去 对 所以要后期要用 我们还非常的高兴 两位今天到岩波上参与我们的节目 也预祝你们在博华安地区 发现更多更大的油田 非常感谢两位老总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二位 谢谢 好观众们今天的今日观众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